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们 现在我们为大家现场直播的是 在印度的爱哈迈达巴德 举行的亚洲杯乒乓球的比赛 今天是到了半决赛 这两场半决赛 我们先给大家介绍第一场 就是由中国队的朱雨林 他是战胜了中国台北的正义镜之后 而进入到半决赛 他的对手就是日本的实力强劲的平野梅雨 平野梅雨是在战胜了中国台北的陈思雨之后 而进入了半决赛 平野梅雨的这场比赛是4比3 取得的胜利 我们先向大家介绍比赛情况 大家看到的这就是平野梅雨 他出道是比较早 目前就是最新的世界排名 2017年的9月 他的排名是世界的第6位 他最好的成绩就是在2017年亚洲锦标赛 获得了女子单打的冠军 朱雨林大家都比较了解 今年他22岁 早在7年以前 他就进入了国家队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李笋 这也是中国平方球队的一个主要的教练 他曾培养出了像张一宁 王楠 他都带过 而且这个李笋的经验还是非常的丰富 特别是在这个训练教学的方面 有很多的创新 印度的这个乒乓球爱好者 现在也日益的增多 而且印度队也出现了一些实力强劲的一些对手 这都是非常好的迹象 另外一场半决赛就是由日本的石川家纯 他是战胜了中国香港的杜凯琴4比0 然后他对中国选手刘诗文来进行第二个半决赛的比赛 刘诗文此前是4比3 战胜了韩国选手徐校园 好 我们先向大家介绍比赛情况 首先有朱雨林发球 日本队在这几年采取了这个断带工程 也就是放弃了一批运动员 然后从小抓起 这个平远美女就是代表人物之一 当目前为止几次重大赛事中 平远美女和朱雨林的战绩是2比1 朱雨林是胜两次 Literally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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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啊 一 四 啊 啊 這不是我 嗯 一 是 招 亚洲杯的比赛跟世界杯一样 他是亚洲最优秀的运动员进行的一次比赛 他的数量并不多 就是由16名选手 他这16名选手是怎么产生的呢 除了2016年亚洲锦标赛冠军 亚洲杯冠军两个人以外 另外就是世界排名 就是看他这个亚洲世界的排名 那么前12名 这样还剩4个 还剩4个位置 4个位置就是像南亚区 这个各个区域每个冠军 这样的合起来是16个 然后分成4个小组 44116 前三个小组都比较强 所以取前两名 这就六个队变成前八名 那么后面的小组的第一名 再加上各个前头第一二三小组的第三名 再进行捉盗厮杀 而产生另外的两个名额 这就是前八名 其实呢 朱玉玲和平野梅雨 他们是分在了第一小组 结果在第一小组的比赛中 朱玉玲是3比0战胜了平野梅雨 而且平野梅雨呢 是小组打到了第三 这样呢 前两名进入 第三名呢 还要进行一个辅加赛 结果平野梅雨 凭借着自己的实力 在辅加赛上取得胜利 最终也进入到了这个半决赛 所以在上一场 也就是一天前吧 朱玉玲是3比0战胜的平野梅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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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介绍了在第一小组的小组赛里边 朱雨林是战胜了平野梅雨 另外中国香港的杜凯勤也战胜了平野梅雨 所以这样平野梅雨就以小组第三的身份 继续参加辅加赛 最终起此回升又进来了 现在进入前四名进行半决赛 在第一小组里还有一个就是余梦雨 新加坡队的 结果排名是朱雨林第一 杜凯勤第二 平野梅雨第三 余梦雨第四 日本运动员的特点就是个子都不太高 打球呢都赢前意识非常好 站台比较近 速度比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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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现在10比10 注意灵散在反守卫 大球以后侧身抢拉失误 漂亮 这就是注意灵的防守反击 一旦在处于防守的时候 它反攻的连接板非常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现在主要是发球接发球 它就成了宽剑 这样注意灵散在第一局 就以12比10取得了胜利 13比11取得了胜利 好稍后我们来看下一局比赛 敬酒健康体验型 去体验圆酒生态员 探索宝剑酒博物馆 感受数字提取技术 马上报名参加敬酒健康体验型 敬牌公司 双手驾驾驭方向 一点轻松淘车 千万人的购车之选 逃遍各大品牌车款 上淘车 一点淘好车 淘车在手 啥车都有 现在第二局的比赛开始 还是由平原梅雨发球 平原梅雨是2017年的 亚洲锦标赛女子单打的冠军 目前她的世界排名是第六 而且在2015年 国际平原职业巡逐赛总约赛 她是拿到了亚军 在前面对杜云林的比赛中 因为前三板明显的平原梅雨是出于劣势 特别在台内小球的处理上 还显得比较精细度不够 这球上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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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看到 朱宜林侧身意识非常强 而且他一旦侧身以后 球难度比较大的时候 他会调节一板 这个能力也是很好 所以他已经在发球接发球 发球上手这几个方面 占据了优势 所以他现在呢 就为失误相对比较少 核1 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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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3 太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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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可以看到这几个环节 首先是发球接发球这个环节 然后就是在发球接发球以后的第一板上手 你看这个就是第一板上手失误 第一板上手 这个取决于对方的控制球 接着就是形成主动相持和被动相持 在相持过程中你的得分率 所以踢房球就是从这几个方面最后来看 现在偏没一发球 漂亮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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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秒钟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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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眉宇基本是静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现在双方是第二局 第一局注意灵先胜 像第二局 11比8 注意灵赛胜一局 目前是2比0 算是领先 中的平方球之所以实力强 很重要的就在于他的教练员的能力很强 现在大家看到基本都是前三板 这次多拍回合 这次多拍回合 再看得出来 在天津淨的武器 天津的五清 主持人 全民会的乒乓球比赛 那也是场面非常宏大 而且整个比赛打得也非常激烈 五清的观众也很热烈 全国很多的乒乓球爱好者都云集到了五清 去观看全员会的乒乓球赛 事隔没多长时间 大家看到亚洲杯的比赛又打响了 每一次大赛都会影响很多年轻人 像全员会比赛之后 武清据说就形成了乒乓热 很多人对乒乓球产生了兴趣 并拿起了球拍 这个现象是非常好 1-2 1-2 1-2 1-1 1-2 3,2,3,2 朱宇玲在发球上占了一些优势 对方直接吃发球的数量 要比他吃对方球的数量多一倍左右 中国乒乓球的教练 在整体的教学能力上也是要高一些 特别是对乒乓球的规律的认识 和一些特殊训练的方法 和因才施教的能力都是要强一点 一分钟 那日本队的这个运动员的特点都很接近 从福远爱开始到石川家纯 到伊藤美城到平野美宇 都是个子不高 离台很近 两名进攻的速度非常快 向前的意识比较强 注意灵给对方的底线 大概有两三个球 平野美宇都失误 大家注意就这个球 比较长的球 这样注意灵在前面三局比赛里 都是处在了领先 特别是第三局是11比2取得胜利 目前是3比0暂时领先 这场比赛是半决赛 如果这场比赛 注意灵取得胜利的话 将和刘诗文和石川家纯的胜者 来争夺本次比赛的冠军 运动员的训练 基本朝着两个方向 一个是加强自己的特长 一个是弥补自己的特短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的教练员 是针对每一场比赛的录像 进行录像分析以后 针对性的加强 这些教练都是身经百战 培养出很多的世界冠军 所以他们的经验很丰富 乒乓球是技巧胜为大胜 关键是看你的命中率高低 发球的威胁 进攻的威胁 还有你的命中率 如果失误太多 肯定就难赢 第一个人 第一个人 一人 一人 二人 一人 一人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可以注意到朱宇玲放松做得非常好 特别是在打台内短球的时候 如果你的臂和手腕不能充分放松的话 你的爆发力就很难出来 朱宇玲这方面做得很突出 现在基本上在女子里头 就形成了中日对抗的局面 这次又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 就是在半决赛的时候 一个中国运动员和一个日本运动员 来争夺决赛权 除了这场比赛争夺之外 另外一个半决赛 就在中国选手刘世文和日本选手石川家纯之前展开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现在平安为第一次领先是4比2 现在2比4注意零发球 又是在前三板的短球控制上失了一分 看这个短球要求手感要非常好 用力要恰到好处 这样平安的意叫停 日本队现在对中国队的威胁可以说是威胁最大的一个队 主要就是日本队为了2020年的奥运会而采取的一个断代工程 他们培养了很多年轻的小将 正好在2020年的时候正当年 所以他们牺牲了中间的两批一到两批农员 目前日本队主要的特点就是一个就是整体性 整体水平比较高 包括现在的平米与一腾美成 石川家纯 所以他们整体水平比较高 另一个就是他们带有比较强的攻击性 一旦在比赛中非常凶的时候 那他这种取胜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所以带有比较大的这种攻击性 这也使得比赛的偶然性会加大 那中国队呢 现在整体来看啊 就是我们整体实力还是比较强 包括丁明上盛在巅峰 包括朱毅林啊 像陈梦刘诗文 都是非常不错 后头一批年轻的小将啊 也具有相当的实力 但是从现在的走势来看 如果到了2020年 这样的话呢 还有三年的时间 那么中国队可能呢 在人员上会有一些变化 但是日本队现在这几个小将 恐怕还会坚守在这岗位 漂亮 那在发球的变化上 朱毅林比平原没雨要多一些 那大家看到他落点的变化 比较明显 就是站在中路 把球抓到对方的正手短球 那由于今天呢 第五套节目的时间关系 所以我们会把这场比赛 为大家介绍完 但是下一场半决赛 我们将在五家节目中 继续为大家现场直播 欢迎大家等一会儿 转到五家 来观看石川佳淳和刘诗文的半决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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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灵的身材明显的会有一些优势 另外呢 注意灵最大特点就是他节奏感很好 适应力比较强 有的时候快一点慢一点 近台中台这种结合都比较自如 漂亮 这是在不利的情况下 稳住阵交以后进行反攻 在前面的小组赛 注意灵是3比0战胜的平衍梅雨 今天呢又是以3比0已经领先 这一局一开始的时候 平衍梅雨是4比2领先 现在追到了8平 突然这种都在前面,想冲就晃到4缸 像是6比价格的平衡 这么的一天 rend人的是1比2领略的阴连 这样是4比4领域的 idé事 一个中边的领域 跳到400个领域 于4比3领域的平衡 他这球很凶 9比9 9比9 9比10 平米领先1分 激发球了 平米领先1分 在激发球的是失误率 明显的要比 注意力领要多一些 这方面还有加强 关键球来了一个发球失误 这样就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注意力领3比0领先 第四局11比10领先 这样注意力领 这一12比10取得了第四局的胜利 从而战胜了平野梅雨 进入到了2017年亚洲杯女子单打的决赛 将和石川家纯和刘世文的胜者 来争夺本次比赛的冠军 稍后中央电视台五家频道将继续为大家现场直播 石川家纯和刘世文的半决赛 这场比赛是蔡文姐说评论的 谢谢各位收看 我们待会再见 我不是女神 你才是你的女神 你可以不认识我 但你无法不记得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